春节假期很多人是返乡和亲人相聚 不过一群人默默坚守岗位 为了加强重要节日的安全维护工作 而牺牲了和家人团聚的时候 现议会的副事长潘岳霞也特别致政新年福袋 慰绕春节期间 仍在工作岗位上辛劳执勤的远景、易景还有民房志工 春节廉假期间民众陆续返家与亲人相聚 但是仍然有一群人默默的坚守岗位 为了加强重要节日的安全维护工作 牺牲与家人团聚的年长 欢迎宣议会副与长潘岳霞致政新年福袋 慰绕春节期间 仍在工作岗位辛劳执勤的远景、易景以及民房志工 为我们的民地实在努力了 给我们加油 感谢我们终队长 在很多的心 我们的这个这个机会的时候 给我们心目里面都给我们做的帮忙 牺牲下说春节期间民众返家一家人团聚 为了让民众安心过好年 春节假期到路交通勤勿异常繁重 感谢执勤人员的坚守岗位 维持民众通行的顺畅 希望今年过年期间 治安跟交通都能够平安顺畅 民众春节出游都能够愉快出游 平安返家享受美好的新春假期 记者高雄雄预阵采访华博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